突然被東西砸中車頂 懷疑是來自旁邊的白色轎車 下一秒一顆雞蛋飛了過來 直接砸中擋風玻璃 女駕駛立刻打開雨刷 卻越弄越慘 因為彈夜散開 霧成一片一度看不到前方 疑似雜蛋的白色轎車 則是往前抽車加速逃跑 事發在28號晚間10點多 西武高架北上路段 有網友點出 可能是因為占用內線鬥 引發其他駕駛不滿雜蛋警告 哎呦喂啊 這丟雞蛋了浪費食物 不只擋風玻璃 連側面車身也有彈夜豆觸流 實在很慘 但實在太危險 被害人已經報警提告 幸好当時是晚上 如果是白天的話 太陽這麼大 雞蛋砸在擋風玻璃上 經過太陽曝曬 由於車身表面溫度非常高 不到五分鐘的時間 已經呈現半熟 這個時候 又是開啟雨刷 可能讓原本一小片 直接變成一大片 不只熟了 會直接變成汽車煎蛋 更可能嚴重遮蔽 行車視線 一定不要動雨刷 你越刷的話是越模糊 因為雞蛋裡面跟蛋黃是醜醜的 你怎麼刷也刷不乾淨 最重要就是說 如果真的是被砸到的話 就是找個地方停下來 找個清水 沖一沖洗一洗 其實如果真的要硬急 也是可以用雨刷 但一定要同時噴水才有效果 專家建議最好是找到 可以沖洗的地方 直接用水沖 否則開車時 眼前一大片尖彈實在危險